欢迎收看这期五分之半宝说车 这一期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车 我从来没开过这车 然后杰尼赛斯的G70 之前其实我也测过G80和GV80 那G70相对于那两款车是杰尼赛斯比较年轻的产品 也是一个走运动路线的这样一个车 所以说今天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原来我认为的这种走设计风格 或者是走气质路线的GV80和G80 在杰尼赛斯这个品牌的统领之下 我觉得给到我们这个体验是非常让我意外的 很多人都说可能就是一个来自韩国的雷克萨斯 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对标的车可能是兵力 这个说法大家很难接受 那现在谁知道杰尼赛斯这么快的速度下又引进了一款车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G70 这个车呢它主打的市场就是三系的那个市场 又是一个很难让大家接受的一个说法 你那个大的SUV主打的是兵力那个市场 现在又来了一个稍微小一点的这个运动轿车 主打的是三系的市场 你这个这么年轻的品牌 怎么跟这些传统的这个细分市场的这个王者来做斗争 对吧怎么过不过那我今天呢可能从几个方面来给大家聊聊 首先呢你要作为一个性能车 或者是主打三系那个品牌的车呢 肯定是在外观上要非常的年轻 时尚当然也要有这个运动感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 这个车呢还是跟之前的杰尼赛斯一样采用了这个 并行双要这样的设计就是一个平行线的设计 但是它的细节上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就是它并不是两个完全平行的线 你会发觉它的这些细节上的处理 整个呢变成了一些曲线加上挑的这种设计啊 包括前灯跟尾灯都是这样 然后呢在这个传统的这个杰尼赛斯的这个中网 这一部分你会发觉因为它的车身变小了 给到的这个中网的视觉上的感受呢 会变得更大一些 对吧就是它的中网虽然说也是用这个菱形的元素来构成的 但是你会发觉它占这个车头这个总体的比例呢 也会更大一些 当然这个logo和这个涡流的设计还得到了保留 只不过呢就是跟这个大灯的这个改变是一样的 它有了一些细节上的不同 来彰显这个车跟G80呢是不一样的 在车身的侧面呢我们也能看到就是 因为我们这台车呢选了一个运动包 所以说呢它有这些熏黑的处理啊 就比如说有些熏黑的处理 还有呢就是有这个19寸的轮毂加上红色的Bembo的卡钱 轮胎呢原厂就是用的这个米其林的PS4啊 给到的驾驶的体验呢就是它作为一个运动轿车 它的这些硬件方面的配置呢肯定都是非常足的 然后呢呃这台车呢是一个四驱的版本啊 四驱呢也是需要选装的 因为它呃标准配置上的这个车其实是一个后驱车 然后来到车尾呢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平行双要的设计 其实也是跟G80GP80是不一样的 也是有这个挑高的这种小的动感的细节在里面 然后这个车呢从尾部看起来两个排气其实是非常大的啊 这个椭圆的这个面积它比我的一个手都要长 这个呢也会让你感受到它在性能方面的想要给到你的 因为捷迹赛斯那两个车其实想要给到你的感受 就是在路上吸引你的眼球在路上让你能够留意到这个车 那这个车的车尾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些运动化的风格 包括这个小鸭尾翼包括这些收拢的线条 都会让你就不自觉的把目光到这台车上啊 确实是太想让别人知道捷迹赛斯来了 捷迹赛斯是一个什么样这种调性的品牌 然后这台车呢用的是一个2.0T的发动机 跟之前的2.5的呢是不一样的 这台车现在是240多匹马力不到250匹 然后扭矩是350多牛米的这样一个动力的输出 配的是一个8AT的变速箱 0到100的加速呢 后驱百本是6秒出头6.1 然后四驱百本是6秒6 我今天开下来这台车给了我的就是外观上的感受 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OK的啊 当然就是在这个具体的性能表现上呢 我们今天也做了一些啊 比较极限的这种测试和在高速上的一些呃 行驶啊 这个呢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 作为一个性能车啊 或者是走运动路线的这样一个车 在性能上的表现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之前我在开呃 杰尼赛斯G80和GD80的时候呢 我就对它的底盘质感呃 非常有印象吧 因为这种这种底盘质感有可能只有在原来的 比如说像奥迪的A6的旅行车 比如说像标准轴距的5系 才会给到你那样的底盘质感 现在的5系包括3系 其实都变得非常软 那就更加不用说奔驰和奥迪的那些车 所以说可能原来的那种非常传统的 我们认知当中的德国车的底盘质感 被保留到了一个韩国车上面 我也知道这个说法大家很难接受 但是这台车给到我的一个最大的印象 就是让我想起了190那个年代的3系 它用的这个悬挂 可能并不是非常高的一个技术 因为我前面也问了教练 他大概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悬挂来调整 他不同模式之间的避震的软硬 其实就是一个电磁玄关 通过金属颗粒的汇集来形成的 但是这个感受确实是目前这个市场上很难得的一个感受 也就是说现在的3系变软了 C级变得更软了 对吧 奥迪那就更加不用说了 所以说捷迪赛斯的这个极其林这个车可能会在底盘质感上给到你非常棒的一个感受啊 这个在你过路间啊 不 又跑赛道时啊 这个在你过这种减速带啊 在你就是遇到一些颠簸轮的时候 你会特别喜欢这个车给到你的底盘的质感 但是转向的这个手感呢 虽然说他也是用到了这个机械的转向 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并不是韩国品牌所擅长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他给到你的转向的质感呢 我觉得并不能算是非常非常的运动 但是因为他那个方向盘的直径比较小 所以说给到我的感受 包括在操作层面的一些东西啊 我觉得其实还算OK 但是没有它的底盘的这种响应和给到你的这种沟通那么好 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台车有一个模拟声浪的这个功能 我觉得模拟的非常真啊 就是它开起来并不像一个四缸车的声音 还是像一个六缸车的声音 有可能会弥补一下 今天赛斯没有把那个3.5比6带到中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小的缺憾 接下来我们到这个车内来聊一下 我对性能车理解的第三点 对于一台就是运动轿车的车内呢 其实我觉得只要氛围对了 然后给到一些运动的功能上的配置 我觉得其实就符合我们这种需求了 杰基赛斯G70里面呢 其实它的这种选装的这些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也不是说是选装 也就是说可以定制化的这些东西还比较多的 我们这台车呢又是有不少的这些好的这种配置啊 首先我们看到它总体的氛围是一个完全以黑红来构成的这样一个氛围 而且呢整个这个中控屏和仪表台呢 其实是往你这一边转的啊 就是转了有6度吧 就是呃就是它的意思呢 就是完全让你集中精力来驾驶的 这些皮也非常好 这些做工啊用料 还有这个红色的安全带啊 也就是说它给到你的运动的这种氛围肯定是OK的 因为让你会在这个里面感觉到这个就是一个性能车 然后呢我刚才也说到它需要一个性能轿车或者运动轿车 需要有这种性能方面这种配置啊 这个方向盘就我刚才也说的是一个非常小直径的方向盘 然后呢手感啊包括握感给到你的这些都非常棒 然后呢金属的踏板也有 关键呢是它的这套座椅 我觉得这套座椅从这个造型上你看来可能是一个走豪华路线的这样一个座椅啊 这种什么打孔啊缝线 但是呢当你在调节这个驾驶模式的时候啊 它的这两侧的这个包覆会根据你舒适模式啊 运动模式啊运动家模式来这种做不断的这种调节 来让你的这个包覆感 包括座椅给到你的支撑呢会更好 所以说当你在激烈驾控的时候 你只要选到这个运动模式或者是运动家模式 它的给到你的运动座椅的感受其实是非常出色的 比很多的这种所谓原厂的铜椅包的还要紧夹的还要紧 这个我觉得我在激烈驾驶这台车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套座椅给到我的帮助 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座椅包的紧 这个罗眼3D的仪表盘 对吧这个也是同级里面应该就是绝无仅有的这种配置 还有呢就是整个智能互联的系统非常的好用 这个功能非常齐全啊给到的呃 比如说呃你想要通过手机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可以通过这套智能互联系统 然后呢还有驾驶辅助这些呢 我觉得都是杰尼赛斯在其他车型上走的那个路线 就是他想要给到你一个非常丰富的配置啊 至于大家很关心的就中国人会很关心的后排空间 我觉得呃我觉得就算了 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什么原因 因为这个车本身尺寸就不是非常的大 但而且它也不是一个加长的版本 所以说它的后排的空间肯定是没有办法跟长洲的三系啊 这些长洲的A4啊这些来做对比的 但是它驾驶起来的这种紧凑感给到你的这种嗯 驾控上的享受肯定会比长洲版的一些车呢 就来得更加的出色一些 而且呢就是这台车其实它的售价也不是非常的贵啊 因为大家其实知道现在的三系啊 这些车其实都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优惠啊 那这台车它以一个进口车的身份能够呃 做到三十多万到四十多万这样 因为杰尼赛斯的车呢基本上就是两个档次 一个就是豪华版 一个就是旗舰版 那就是还有一个选装包 所以说呃从价格上来分析一下 其实买这个车能够买到这么丰富的配置 这么好的一个底盘的这种响应 嗯相对于那些不打折的BBA来说 可能目前来看可能会是一个比较个性化 比较让你觉得舒服的一个选择啊 那我也非常期待这个车之后的一个版本 也就是一个shooting brick版本 不知道会不会进入国内 呃如果那个车进入国内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会有购买的欲望啊 今天节目差不多就聊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